今晚为您分享来自冯伦的文章 年轻人要在三个地方用心 在过去的一两年里 我参加了很多有趣的商业活动 经历了一些新的事 遇到了一些有趣的人 看到了不同的风景 品尝了跟过去不同的人生滋味 从这些经历中 我得到了一些小小的体悟和回味 我想把这些见闻和思考分享给大家 于是就写了这本新书 扛住就是本事 希望能够帮助到一些还在创业的朋友 或者是正在遭受小小的挫折 感受到困惑 需要交流的朋友们 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候来做这件事呢 因为2019年 我整整60岁了 古人说 三时而立 四时而不惑 五时而知天命 六时而尔顺 到了这个年龄 对很多事的期待就不同了 人生的目标也会有所不同 观山观景 听风听雨 都有一些新的体验 特别是对商业的认知 所以我想在这个阶段 以一个朋友的身份 跟大家聊一聊 这60年的人生经历 30年的商业观察 在过去60年的经历当中 我除了坚持去做好企业 还尝试着做了一些不同的事 了解了很多新的领域 读了很多不同的书 走了不少国内外的地方 也遇到了一些奇人意识 在这个过程中 我看东西的角度越来越多元 体验也越来越多样 也发现很多人是透过他们的事迹 故事 言行 来启示我们人生和商业发展的逻辑的 在这个过程中 我也得到了一些力量 同时发现了自己的未来 比如说有一段时间 苏南有很多乡镇企业 非常红货 做得很好 后来这个群体似乎突然就不见了 其实在过去呢 我也见过很多类似的情况 有些企业做得很大 却突然倒闭 有些人的命运 在短时间内发生了逆转 从天上到地下 有时候我会很好奇这是为什么 最终我发现 他们都有一个缺憾 在行进当中 缺少一些自我学习 和自我反省的能力 这恐怕是导致他们 走弯路的一个原因 后来我就想 如何才能提升这种能力呢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在这三个方面用心 一是读书 通过读书去获得心知 通过读书去自我检讨 达到自我校正 自我进步的目的 二是行走 增长见闻 到处行走 去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 经历别人没有经历过的风暴 大雪 严寒枯树 然后去冒一些 别人不能冒的风险 去别人不能达到的地方 来增加生命的宽度 启发自己对这个世界 全面的思考 除了读书 行走以外 我认为第三个重要的方式 就是与人谈 过去人常说 行万里路 不如与名人谈 这就是说 你跟什么人聊天 挺重要的 所以在过去的这么多年里 我喜欢跟人聊天 他们当中有伟大的人 也有落魄的人 甚至有被大众称之为 混蛋的人 跟不同的人聊天 你会获得看待世界的 不同视角和智慧 举个例子 我以前听过一首歌 《政治化的星星点灯》 政治化是一名台湾地区的歌手 因为从小有腿急 走路有些困难 所以他常说 要从底下看人生 也就是说 最潦倒的人 从低处往上看 从最潦倒的地方 看最辉煌的景观 越是潦倒的人 越是从底下看人生 其实他们看到的景象 更全面 得到的经历更残酷 产生的感受更真实 从底下看人生 不同的人生场景 揭示出的人生道理 反而更真实 对自己更有启发 所以在这本书里 我会介绍一些有趣的人 带着大家一起来挖掘 更多看待这个世界的视角 除了这些人生小体会以外 这本书里还有我看到的 一些企业家的行为模式 和我从商三十年来 在经营方面的一些方法 观察和体会 总之呢 写这本书的目的 就是要跟大家分享 这几方面的经历 然后我们再共同经历一次 从容有趣 而且能够启发我们思考的过程 当然了 如果还可以 找一些朋友 让他们真的问 看得清 走得端 行得远 那我就很高兴了 自是而非世界观 深入浅出 讲故事 读扛住就是本事 跟你们一起讲故事 关世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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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